在普習會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普丁下達了動員令 大家都記得歷史的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俄羅斯當時的蘇聯下達動員令之後 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那這一次俄羅斯下達動員令之後 會不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其實我們都看到 在這一次動員令的爆發裡面 其實習近平給予普丁非常大的力量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在這場會面之前 外界就問普丁 你對於普習會 你有什麼看法 我們看到這個普丁在普習會之前 他就講我們對於中國在俄羅斯攻打烏克蘭的 這件事情上面 對於中共在這裡面表達的立場上面的平衡 我們表達了理解 但是對於這一場的充分的 這樣的一個理解裡面 他們是表達了這樣的一個疑問 還有這個接受的一個部分 換句話說普丁對於習近平是高度不滿的 而習近平這一次去的時候 他特別講了一句話 我們會跟俄羅斯保達了一個 左右成效的戰略溝通 什麼意思 這個一方在講幹話 一邊在講酸話 因為我們看到普丁覺得習近平 你都沒有幫忙 剛剛任君哥也講到 現在連這個伊朗的這個無人機都已經觸動 連這個北韓的這個無人的這個火箭 也都觸動了 那你中國到底表達了什麼 我們看到中國表達什麼 在這個在上個禮拜裡面 聯合國大會上面王毅特別代表習近平 去表達了烏克蘭的這個立場 在這個立場上面來講 他講了幾句幹話 第一句幹話就是他們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也不會火上澆油 更不會趁機來磨砺 這個趁機磨砺裡面 就是在這個中間 能不能取得任何的這個好處 但是我們也看到這樣的局部動員令之後 其實普丁還簽了一個叫做 外國志願兵的這樣的簽署令 只要你來參與這場戰爭的話 一年我就給你公民的這樣的一個身份 讓大家去想到當年的抗美援朝裡面 習近平會不會來出動 來支援這樣的一個老大哥 那我們看到習近平 他現在算得很準 什麼叫算得很準 其實我們看到他過去講四個應該 應該要尊重聯合國 應該要尊重各方的這種關切 應該要尊重各方的主權領土 這些都等於是講幹話的一個部分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看到美國已經決定出手 來掐住中國的這個脖子 希望他不要在這些議題上面輕舉妄動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習近平到這個 上和峰會上面的時候 他帶來了什麼十五億的糧食 五千個白內臟的這個手術 兩千個的這種違和的這種人員 換句話說 他沒有正式的去回應 這個普丁的一個要求 但是大家不要以為這樣子就結束了 因為我們看到在過去國際制裁的時候 不管是制裁 北韓 支持伊朗的時候 其實中國都偷偷的在這個過去裡面 繞過去去做這個支持 那中國會不會對普丁來進行這樣的支持 所以普丁才會下達這樣的一個動員令 所以我們會看到對於這樣的一個中國 這種兩面的這種手法 兩面的這個說法的時候大家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對習近平來講 如果普丁完全戰敗的話 對他來講是不利的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戰略顧問 才會講一句話 習近平在背後教他什麼 教他什麼 因為過去裡面中國有承越戰爭 承越戰爭裡面 中國打的是一敗塗地 敗得很慘 可是他最後宣布我們已經贏得偉大勝利的成功 結束這場戰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習近平有傳授他的經驗給普丁 那普丁會不會這個虛張聲勢 最後做一個最後的一個收尾 這個其實大家也都在關注當中 所以習近平現在到底是怕被暗殺躲起來了呢 還是說他真的被軟禁了 還是說這個接下來還有什麼更大的風暴要發生嗎 老師的看法 是 其實全世界都希望習近平下臺 十月十六號 中共要舉行二十大的這個勝利召開 所以不能有任何的意外 那我們看到習近平出訪中亞五國回來之後 就再也不見了 那這不見之後 大家大家覺得說習近平是不是開始神隱了 神隱之後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剛剛又齊講的沒錯 習近平怕死 習近平怕被暗殺 但是習近平更希望引蛇出動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中共的經濟下滑 疫情風控不斷 而接下來的二十大即將召開的時候 這些人事的變化等等 都會讓外界有許多的猜測 而這個猜測到底是為了什麼 會不會是想要引蛇出動 為什麼講引蛇出動呢 因為我們知道在十八大的時候 習近平要上臺的時候 其實他也曾經神隱過兩個禮拜的時間 外界就在觀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當時大家印象還深刻 當時在這個四川重慶的這個公安局局長 王立軍帶了一疊資料 跑到這個美國住四川的這個領事館 去要投誠 結果後來爆發了什麼 薄熙來政變的這個未遂的事件 所以當時有了一波很大的一個傾銷 所以我們看到習近平這十年來 開始進行所謂的反腐敗 是不是這些反腐敗的過程當中 背後有更多的這些大老虎會出來 那我們當然可以看到這些大老虎是誰 過去裡面大家都在講 這個江澤民曾慶紅要鬥倒習近平 那這一次的傳言比較誇張一點 是說這一次換成了胡錦濤溫家寶 再加上一個一百零五歲的這個元老宋平 要來鬥倒習近平 而這樣的一個鬥倒鬥什麼 因為他當時這個在國外嘛 所以要逝去他的兵權 所以這個傳聞裡面說 這個溫家寶 胡錦濤還有宋平 投票表決說要卸除這個習近平的軍權 但是這個傳言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 習近平聽到這個傳言之後 馬上坐著飛機回來被軟禁 如果你聽到說有人要政變 怎麼可能會坐著飛機回來被軟禁 所以我們看到習近平為什麼會神隱 其實我覺得還是那個原因 怕死 什麼叫怕死呢 大家印象還深刻 在今年的七月一號的時候 香港特首李家超 要就職的一個典禮 習近平跑去看了 他的一個香港回歸 二次回歸的這個成就 習近平去的時候口罩不離身 也不跟香港的這些這些領導來進行吃飯 而這一次習近平跑去中亞五國來進行這樣的峰會回來之後 就開始神隱了 有沒有很像 去上和峰會的時候 他也是一樣戴著口罩 不想跟這些領導人一起吃飯 然後回來之後會不會有染疫的這些問題 是不是確診了 是不是怎麼樣的 所以這段期間裡面不存在 當然更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知道剛剛講的疫情的問題 經濟下滑的問題 還有美國現在針對中共這麼囂張 散闖日本海 散闖臺灣海峽 美國現在準備要出招來針對中國的這些蠻橫的行為 再加上普丁現在有動員令 所以習近平現在是內外兩頭燒 所以躲起來來針對這樣的一個局勢來進行因應 其實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怕死 而且內外局勢之後 必須要讓他靜下心來 好好面對這這樣的一個局勢 疫情 經濟下滑 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習核心已經來了 十年前習近平 大家不知道他是誰 現在大家把他摸到底了 大家都知道他是誰 他會怎麼做 但是接下來他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應該要去怎麼解決 他是不是能夠靜下心來 好好想起這些事情 還是只是擔心他的二十大 能不能偉大勝利召開而已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他神引起來 其中一個原因 我來講 我來講